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古代糖是奢侈品不是日用品 也只有生活富裕的人才享受得起甜食 在台湾因为适合种植甘蔗 糖就曾为纵观台湾四百多年历史的经济作物 占有重要的地位 那么这季台湾演艺就为您介绍糖在台湾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开垦数百年从荒芜中兴起聚落 从赤坪到富足 从农业迈向工商 这背后都靠着一种农作物 成为支撑着社会的骨干 它就是甘蔗 民主海为盐 酿浙江为酒 这是十四世纪 云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离制略中对台湾的描述 这也是台湾最早有甘蔗的记录 不过当时这种糖量高的植物是用来做酒和非制糖 之后随着福建沿海鲜明来台开垦 将家乡种植制糖的技术也带到台湾 原草在马可波罗的邮寄里面有写 写福建在原草当时是制糖技术 跟糖业的种类产品是比较多的 那福建因为它也是属于适合种植的地方 荷兰人来之前台湾已经有汉人来跟踪 那跟踪什么 那当然是稻米之优先 另外就是金字作物糖业开始出现 荷兰人来到之后就是不断地吸收当地的资源 那荷兰人当时不可不免就尽量地吸收两大资源 第一个就是露群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糖业 17世纪荷兰人来台发现台湾气候炎热适合甘蔗生长 而且已有小规模生产糖 当时稀少甜蜜又昂贵的蔗糖在欧洲是珍贵的药品 荷兰人便积极发展台湾糖业换取财富 我们知道说像欧洲很多国家 他们即使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仍然很多人是处在营养不良的状态 那糖当时是提供热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所以当时很多人营养不良的时候 生很多病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这个当作物以为是药再使用 糖除了当药之外 大航海时代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 已让新世界的新奇饮品纷纷输入欧洲 这些新饮品更将糖的需求推向了高峰 其实共同其胜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哥伦布去发现了新大陆 他在中南美洲 他们发现到一个新的饮品的由来就是可可 欧洲人当时的所谓三大饮品就是咖啡 对不对 茶叶跟这个可可 所以他就跟着贵族的文化进来之后 变成一个既高档又很昂贵又很形成的一个饮料的配料就得了 欧洲人发现苦涩的可可 咖啡和红茶 加糖后就变得温醇可口 还能让人心情愉悦 从此欲罢不能 糖能否刺激到你的脑神经多巴胺 所以会让你产生很愉快的一个感觉 这个道理都很简单 小的时候小儿子在哭 你给他什么东西最最有用 糖 因为糖刺激他的脑神经多巴胺 就是为了让你解忧郁 这是我们人类生理的一个本能 然而从种植甘蔗到制造糖都需要人力 为了赚取糖业利益 欧洲强权便将非洲黑弩一船船送往中南美洲种这支糖 而在台湾的荷兰人也向中国沿海 号召更多汉人来台湾开墾 种植甘蔗和稻米 更引尽受力协助生产 他很努力我们台湾的人去做铁 所以你没有钱的话我借给你 你没有牛年的话我去大陆 他们有那个大的船 一处最多的印师头的朋友过来 租给我们的同名 当时制糖方式是以牛粒拉动食鹿 将甘蔗放食鹿中间挤压出汁 再将这汁慢慢熬煮成黑糖 在荷兰人提供牛农具资金等诱因之下 台湾汉人人数从1624年到1638年 14年间必增到一万一千人 当时台湾黑糖主要输往日本波斯汉菇州 在荷兰人积极开发台湾资源下 黑糖水稻与鹿皮 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使得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全世界19个据点中第二赚钱的商贯 而台湾糖业初心也在这个时期奠定了基础 1661年 郑成功击退荷兰人也承袭了制糖产业 他将炙手可热的糖业成为反清复明大业中最重要的经济后盾 你反清复明一定要有财力的支撑 所以他很聪明就利用台湾的资源 台湾什么资源我刚刚说了一个鹿皮 另外一个就是糖 再利用他们航海的海上的记录 这样航运呢 这个透过航运把这些糖啊这等等的 带到日本去跟他换群 那换群之下呢 日本比较有名的 比较厉害的就是刀剑 他的炼链很厉害 所以就把这些武器也带到台湾来 为了增加糖的产量 明镇时期不代理净辛甘蔗品种 又从制糖纯熟的福建招来制糖吃 根据当时台湾外界的描述 社会景象是插着煮糖广备心饭 糖液呈现一片溶景 正经的是他的文书叫做全面文化 他辅助他嘛 全中华他很厉害的 他那个时候安定下来 做糖做了以前的三倍 赚了这个价钱大概 说这二三十万银肉啦 这个就把台湾护育起来 明镇时期不仅糖的贸易所得 贯注于国防军事 连糖液的贸易权也有着军事考量 1671年明镇与英国签订贸易协定 允许英国人在台湾贸易糖与陆皮 但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派铁匠 常驻台湾为他们制造枪炮 1683年清兵击败政军 当初跟随民政而来的士族 纷纷回到中国 台湾糖业顿时缺乏资金与人力 再加上清朝无心经营台湾 更让台湾的糖业发展雪上加霜 因为最主要他是索国 所以他对糖贸易这一块 他其实非常不在意 他甚至还禁止种过甘蔗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台湾有民变 那每次民变这些乱 所谓的乱民会躲到甘蔗点击 那就很麻烦 这甘蔗不要重 另一个禁止种这的原因是 清朝官员高拱前认为台湾农民予无远虑 不顾稻米生产日益减少 只想着种这牟利 他在官方点击台湾辅制中 就以禁斥插浙并离种田市 训斥农民 只要看见糖价上涨就三倍十倍地 扩大种这面积而不愿种到 如此下去将引发粮食危机 而待台湾政局与民生逐渐稳定后 官方不再管制种这 台湾民间私人或合伙经营的糖布 便纷纷兴起 在制糖季节开始的冬天 这田间耸立着一个个糖布 糖布的意思大概上就是 会去搭建一个零食工厂 一般以过去的传统糖布来讲 大概十五甲地 它会配置一个糖厂 你第一个厕所要人工采收 然后运到糖布 附近运到就地的工厂糖布 二十四小时在运作 那必须扭轮流去推动这个食车 去榨干这个汁 传统糖布高约三十尺 宽五十尺 中间以木头支撑 上方覆盖稻草或浙叶当屋顶 高耸的建物因容易辨认也成为地名的由来 其实在南台湾糖布特别的多 我们后壁有后布 新银有旧布 然后关田有南布 咖喱有丁布 全台湾有七十八个地名的布 用这年间首任巡台玉使黄鼠景 在赤坎笔坛中对糖布有着详细的描绘 每布用十二头牛日夜霞糖 另四头牛载这道布 布中人工 糖师两人 车工两人 牛婆两人 拨这七人 采这尾一人 看牛一人 也就是说一个糖布制糖 除了需要十六头牛之外 也需要大量人力 这糖布委在中一个 我们先名的这个艺术牛 因为它有这个糖 贵新组 还有开始补充的时候 一个糖布应该看 有三十个人做工 他们都有钱 一个月都领那个 六十斤七十斤 那么多钱 待遇很好 根据巡台玉石黄鼠井的记录 1722年台湾凤山侏罗三县 岁出这堂六十万余楼 每楼重量一百七八十斤 其中卖到中国的糖 多用于换取民生用品 那清早的时候 台湾人很会赚钱 大量的做这个航海的贸易 航海贸易就将台湾的糖 印到厦门也好 福州也好 跟这个中国大陆 做很多的贸易 比如说南北货 药材 还有物业 还有物业 等等的 就带到我们台湾来 台湾种这产糖 但糖始终被视为贸易商品 是换取经济利益的奢侈品 而非一般食品 因此一般人生活中 鲜少吃到甜食 例如内涵黑糖的碰饼 也称为玩来亚 在贫穷时代 是女性坐月子 才有机会吃到的甜食 而当时比黑糖更高价的 就是白糖 制作白糖 需要将黑糖的颜色去除 做工繁复更加珍贵 包人很聪明 去拿那个粘土 没有粘土的地方 像那个安宾 他去安宾港 凹那个泥巴 泥巴乱乱的 放在那个一个罐里面 上面一个漏斗 把里面的杂质碰一出 有机制 隆隆隆隆吸收在那个泥巴 利用泥水会吸附杂质的特性 往下流的同时 将黑糖中的杂质 以色素也往下带 如此反复操作 上方漏斗内的黑糖 就会变白 因此珍贵的白糖 只有在特殊的节日 才会使用 例如将白糖溶解灌模 做成龙 凤 诗 像等神兽的糖塔 便是敬拜玉皇大帝 才会准备的高级贡品 而拜拜完的糖塔还会让新娘先挑选 他们的男朋友就欢迎来说好 好 经历灵 每天我们准备不简单了 如果去梦到那种风 我们孙孝 现在生得很漂亮的女孩 做小孩 这些人是要梦到塞卡丘 因为塞卡丘 它搓几大股 搓几大股就是会做工具 1860年代台湾开港风商 外国洋行纷纷开馆建筑 和塞卡丘的销售网络骗击事件 包括欧洲 澳洲 美洲 日本和中国 其中英国人为盟取更大的利益 便将工业革命之后诞生的 质糖机器引入台湾糖业 用来取代传统的食鹿与牛 比如说在高雄打狗 英国人就把他们机械式的 质糖方式引到台湾来 那这个质糖的技术 就远比我们台湾传统的糖部 要更先进很多 品质也好得更多 使得我们台湾很多的这些 重测质档开始也要 跟着一起改变 那台湾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变成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 所以那时候有一句话说 台湾银银卡丘 这个业语就从那里 1880年台湾糖出口量达到巅峰 年产98万弹 产量比刚开港时成长将近四倍 1890年代初期 糖部数量密布全台 北从台北南至屏东高达1275间 糖部经营者和糖商 生活顿时复数了起来 然而紧接着在中国北方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 却对千里之外的台湾糖业造成了历史性的冲击 包括彰化的西州 云林虎尾 台南新营 高雄桥头 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城镇 如果当初没有糖厂 就不会存在或是壮大发展 因为日治时期 日本总督府为了充裕裁员 向日本大财团招商 游说他们在台湾设厂制堂 在唐燕巅峰时期 全台有29家日资制堂会设 49座工厂 他们带动了新市政的兴起 也订定了现代铁路基础 日治时期的唐燕铁路总长达到3000公里 在交通不变的年代 是当时当地最重要的大众运输工具 自从糖变成台湾的 贸易商品以来 日本一直就是重要的输入国 对台湾糖的依赖不断增加 即使在1638年 日本施行锁国政策之下 仍然允许荷兰人 从九州的长崎港进口台湾糖 以满足日本饮食中的甜食文化 日本吃甜食其实蛮早的 但最主要他们 是在他们的饮食文化里面 有这个茶道 他们茶道发展出来 就是茶你本身像绿茶啦 这些很苦 所以就是一定要配比较 甜味比较高的这种喝过子 像大福啦 薄饼啦 在江户时代它是很普遍 一般可能就是在路边 可能有一个地方 可能是在卖茶的 那一般就还会再付个甜点给你 在与西方世界接触后 日本品质文化更加发达 包括精品糖 橙奇蛋糕 饼干等 新式西点都需要食用糖 但日本期货还冷不适合种植甘蔗 日进口糖仰来日深 台湾开港碰上后 台湾糖就在日本进口外国糖总量的七成 1894年综日矫五战争前 台湾糖贸易年赠日币高达1000万 隔年台湾隔岸给日本 在台最高统治机构 总督府岁入仅两三百万日币 每年需要中央鼓注五六百万 为了寻求财务独立 总督府便积极招揽财团 来台设厂制堂 全力发展堂业 台湾停屋过之后 觉得说台湾要发展甘蔗产业是可以做的 因为台湾有足够的土地 然后气候也适合 总督府为了奖励投资 我融资给你 然后我保障土地给你 然后开始编收土地 就强制征收土地这样 因为一个 它要发展现代化规模的堂业 它的土地生产面积要够大 所以一般堂长通常都有 三千公顷到五千公顷的土地 在土地与制堂补助金等利多政策之下 1900年三井集团在东京成立台湾制堂诸师会社 也在台湾寻觅制堂地点 然后就选到了当年的这个桥头这个地方 因为桥头那个时候有中期西 制堂需要很多的用水 加热啊冷却都需要水的 然后又发现这里有安平港 还有达沟港原始的港口在这边 可以运输过路 当时的压榨机 还有它的蒸发罐 还有它的结晶罐 蒸汽发电机 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德国 英国 这两个国家是德国 机械化的制堂来讲 它一天啊 它最高就可以产到200吨 为了吸引更多财团投入台湾糖业 1902年第四任台湾总督 而袁太郎颁布了台湾糖业奖励规则 包含提供制堂机械肥料 浙苗等补助 也将全台甘蔗田划定区域 规定区域内的甘蔗 只能卖给指定会社制堂 不能跨区买卖 另外还采取市场保护措施 让台湾糖输入日本得以免税 糖业成功了之后 大家说原来这很好糖 这整个温糖的 国内有保障市场的价格 因为它把欧洲进口糖的关税 垫了20几% 那我输到国内免税 所以这温糖的 所以后来这些财团都来了 因为觉得说这么好赚 不能只有三井赚 率先响应奖励规则的 是台资制堂会设 例如林本园 新兴 维新 南昌 麻豆 台南制堂等等 而在1906年之后 日本财团大足进入台湾 当时英国籍糖价高 制台正举稳定 加上日本景气复苏 是多家日资来台设厂 包含明治 大日本 盐水港 东洋 地谷 新高等等 然而大量的新式糖厂出现 让采用牛力的传统糖部 以及机械力的改良式糖部 逐渐退出了市场 然而这些新式工厂 刚开始运作 并非一帆风顺 日本资方需要安抚 当地居民的排日情绪 与人心 此时便求助于台湾宗教信仰 市民一开始就出了很多问题 压榨不顺 不顺就开始找祭司找问理 那找问题的过程中 因为工人会受伤 诸事不顺 所以当年的社长 然后想到一个日本人跟台湾人 他可能有个共同性的就是手脚 所以当时又铸造了这尊观音箱 箱本身很优美 然后又是闪闪发亮的刚开始的铜 还没有氧化的那种铜 那日本的这个社长就很紧张 因为当年他们在资堂工厂 那么铁皮的东西 上面一定有一个避雷针 那早期的那个避雷针 也是很漂亮的 铜制的 没想到安上去两个礼拜 就会当时抗制分子偷走 那这本社长就很紧张 他很怕被偷 所以当那个时代 他就把他下令把他漆成黑色 观音箱为桥头堂场 带来安定的力量 而明治资堂注视会设 在嘉义的蒜头堂场 开工初期也频频发生意外 地方传闻是黑狗经旧怪 便请附近妈祖联教一家工厂 果然挖出一副勾股 因此厂区内新建妈祖庙供奉 安抚台湾工人 让他们安心工作 就在新式工厂营运步上轨道之后 带动了台湾基础体股的发展 比较大型的时候 就需要你要喂比较多的甘蔗 第二个呢 是甘蔗产地的范围 因为你产量大的时候 当然它整个范围就扩大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用牛车来运的时候 是来不及的 就是用火车来运送 不过第一条唐野铁道 在最前面拉车厢的 却不是火车头 而是牛 1907年的时候 就第一条牛迁轻便车 就在桥头堂堂建立 那些轨道其实还蛮简单的 老百姓就铺个轨子 然后轨道铺一铺 那走很慢 因为牛拉了 前面就一头牛 牛拉了那些火车 很慢 先让牛车拉拉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那效果不错 所以后来才向美国 购买了三辆的马鞍型的蒸汽火车 那时候还会有那种铁轨 就是等于好像我们玩鸡木一样 它到了这块甘蔗田采收 采收完了以后 它就把铁轨就又拆下来 又再搬到下一块田去 铁道以糖厂为中心 向外辐射至周边 在交通不便的时代 也肩负着载客任务 1909年 盐水港制堂出事会社 开启了第一条载客铁路 路线从新营到盐水 此后各大制堂会社 也投入客运 糖铁客运 欣欣向荣在特殊节庆中 如农历三月的妈祖生日 就更显得热闹 云家地区就是一个就是 北港的曹天宫 然后再来就是新港的奉天宫 那这两个地方而且就距离都很近 所以很多人要进巷 那时候糖厂也为了招揽生意 他有安排所谓的进巷列车 然后他还会去做海报 然后到处去张贴 他还会有什么打折优待 大型糖厂为台湾铁路奠定接触的同时 也促成了城镇的兴起 例如云林湖尾就流传着一句话 先有糖厂才有湖尾 早期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湖尾糖厂的话 就没有今天的湖尾症 就是因为有了湖尾糖厂之后 才有很多人来这边就业生活 才慢慢地发展出一个湖尾市集 云林湖尾 台南新营 高雄桥头 彰化西州等 这些地方都是因为糖厂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发展的新市镇 我们老北是少年来花卫 画这个糖厂 这种花卫 这种花卫整个五大 要让我们大学来做任时钢 任时钢做了很大时间 他才给他采用 录起了这些完工 这些完工 就新水菜了 比较都更过重 湖尾糖厂隶属大日本制塘诸师会社 炸镇能力达3200英吨 号称东洋第一大厂 正式社员有500人 临时工更多达4000人 这些临时工在制塘的季节当采收工 而糖要装货送运时就当搬运工 大量从外地涌入的临时工比邻而居 也引申出皮基罗卡的特殊景象 他们因为当时他们来了 也没有地方住就随便搭盖 反正找块地 然后就随便搭建 大概都沿着铁路两边在建 所以那边就形成了所谓皮基罗卡 那也因为有这些劳动力 那当然也连带了就有 所谓的特种行业兴起 充足的劳动力让制塘会设发展 蒸蒸日上 当时日本糖业政策是日本金糖 台湾粗糖 这些在台湾新式工厂主要生产原料糖 运回日本金糖厂加工后 才算制成商品 也就是说台湾工厂 仅是日本产业链的原料区而已 这样的情形直到1923年 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 才让台湾制塘产品变得更多元 当时关东大地震造成10万人上升 200万人无家可归 严重灾情让日本社会陷入了低潮 创企太大 所以很多人得到所谓的灾后的受创 的这种恐慌症 那当时医药没有那么发达 那结果就有一个医生来跟这个 宣导说其实喝巧克力饮品 是可以来解除这解忧的这功能 糖会刺激脑神经产生愉悦的感觉 于是台湾总督府委托承认台湾糖物局 技师的相满办制 磨球增加糖产量的方法 以供应日本大量生产巧克力饮品的需求 那本来一开始是产党运回日本做巧克力 不然他发现我干脆自己做就好了 所以他就决定在台湾要建立一个巧克力的品牌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明治巧克力品 台湾有很多糖厂也跟进 像齐山糖厂它原来是申涌制果会生的 它就专门在制作申涌巧克力跟申涌牛奶糖的 这个制度会生 台湾工厂生产巧克力和牛奶糖的同时 咖啡厅也开始流行起来 当时日本自由风气建开 带动台湾新思潮兴盛与社会运动红越 因知识分子们常流连咖啡厅 交换资讯或讨论事情 让咖啡与吃甜点也成为了流行 台湾有大量的这堂它可以利用 那这堂利用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遇到了就是 日本有个所谓的很多大政民主时代 那这民主时代有很多的咖啡店 那咖啡厅它就是喝咖啡本身也蛮酷的 咖啡店卖的当然就是西洋的洋果子 蛋糕这些东西 这股西洋甜点风也吹入了一般家庭 当时台湾日日新报甚至连载各种西点食谱 供祖父参考 同时西式与日式结合的甜食也应运而生 例如虫豆面包以及菠萝面包 都是将西方面包加入和果子元素的新产品 然而日战期间 不论是单纯生产糖的糖厂 或生产巧克力牛奶糖的工厂 都成了美军锁定攻击的重点目标 台湾糖业也因此陷入了危机 台湾经济奇迹一直是国人引引为傲的成就 这其中也少不了糖 二战期间台湾的糖厂饱受轰炸 严重损毁 战后台糖积极地抢修 恢复制糖 那么糖出口贸易成为支持台湾经济的重要收入 1950年代台湾赚取的外汇当中 最高纪录有八成就是来自台糖 当时公务员的薪水 甚至国家重大建设 经费都得靠台糖 然而随着台湾社会的转型 糖业出口衰退 台糖也走过风华 进入普及和平价 也终于让糖变成一般食品 让一般人享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30年代台湾糖输出量排名世界第三 达到鼎盛 制糖会设经过激烈的煎并后 剩下四家独大 分别为台湾制糖 明治制糖 大日本制糖 以及银水港制糖 全台有42间糖厂 下下49座工厂 当时除了澎湖 所有周厅都有糖厂 在糖业发达的中南部 糖厂或这田也融入在地人生活 有的甜蜜 有的苦涩 甜蜜的是高大茂密的这田 是情侣约会的好去处 他在台湾是说 一君胸用口叭糕 只要那个打赶赶河头 要求谁人中文 才有海湾人软一口 他们要约会嘛 比如说我跟你讲 我下午打蝴蝶结嘛 你就从哪里走进去 就可以遇到我了嘛 但苦涩的是台湾甘蔗虽多 官方却禁止人民吃甘蔗 人家在做什么 那样扣一招来吃 这样就不容易了 他就让他们的会社委员 唱作走手的啦 现在就 人家说要关自己啦 自己先关好啦 我如果扣一招来吃 看他回来就赶着了 台湾糖业融景 到了30年代末发生了转变 1937年爆发中日战争 远属私人企业的制塘会社 必须配合政府提供军需品 之后总督府更直接监管会社业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美军轰炸台湾 就特别锁定各大糖厂 因为糖厂生产糖的副产品糖蜜 可以用于提炼军事用品 酒精 主要是供给飞机做燃料 当初湖尾糖厂这边有生产 所以说日本他们就决定 在湖尾这边有设立机场 当时就是空军的那个飞机 就是完完全都是用湖尾糖厂的 所生产的那个无水酒精 去作为那个飞机的燃料 哦哦哦哦 这样就是空军进步 很坚改进步 现在哦哦哦哦哦 空军进步 已经到过了啦 美军是从头部 得玩Cheers 跟垂砂砂砂砂�以后检测 就通过磨砂砂楼 当时全台制糖厂工厂 42间钟 Dare Internet 我們的老伯姓也好 風尊也好 風細的時候都跑到地下宿去 火在那裡 黃宮火 但是那個糖 糖蜜 都很燙的 都流到黃宮洞裡 吸了很多人 戰爭時期民生用品都採取配件 包括米 糖 油 鹽 麵粉 肉等 其中糖更是優先配給軍人 數百年前曾被當成藥的糖 戰爭時刻再次成為維繫生命的重要物資 1945年8月 戰爭結束 隨著日本人戰敗撤離台灣 留下了滿目創意的糖廠 戰後國民政府接受日治時期的四大制堂會社 成立台糖公司 由政府主導經營 這個時候台糖面臨最嚴峻的挑戰就是盡速恢復戰爭中損毀的廠房 在台糖員工 東拼西湖 物禁啟用之下 歷史三年 終於讓各糖廠得以恢復生產 此外 制堂會社混流下來的糖鐵也成為國民政府的政治宣傳工具 宣傳列車在鐵路線上走遍了大小城市 收到非常有力的宣傳效果 當時政府徵用糖鐵成立了反共抗二列車 深入鄉間宣傳 有演出50場的這種表演 歌星來表演 另外當然很重要 這叫做反共復活 反共抗二列車 所以它中間一定會穿插一段的話劇 大概就是在講共匪的暴政 我們要消滅共匪 解救大陸同胞 還有衛生所也配合 就發保險套給大家 它每到一站都萬人衝翔 我真的看了照片 人三人 非常多 這個時期 台糖在外銷上已獲得重大的成果 1953年 台灣參加國際糖業會議 在美國的力見之下 台糖獲得每年60萬噸的基本出口配額 這樣的結果開啟了台糖的外匯黃金時期 當時白糖主要消往中東 灣島 香港 而二砂和原料糖等粗糖則出口到日本 韓國 美國 糖等於外匯 製糖的原料 甘蔗更晚於國家資產必須保護 民國差不多去五十年 真的成果最好 世界都成果最好 成果最好 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沒有錢 沒有花費 所以說 台湾好像有藏在外匯 都看藏在外匯 氣氛如果是趕快吃冠食 去日本還要嚴重 他們的保管隊 有那個地區的保管隊來 在外匯都顧你吃冠食 那錢都在外匯 我自己吃冠食 吃就給你外匯 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國家的收益 你把它偷了 你的人偷國家錢 所以我們小時候也有去 有所謂的重蔗 保密 什麼防碟的測驗 這種糖廠的小學都要開始 然後告訴你 保蔗 重蔗的重要 那你如果去偷產甘蔗 你可能就犯了法 一般人吃不到甘蔗 而糖也仍然是奢侈品 當時私人食品廠生產的方糖 一顆顆的正方體 是全台首創薑糖 一顆劑量的商品 當時只有昂貴的咖啡廳才會提供 方糖 配紅茶或咖啡 而台糖公司為了讓員工與眷屬 消暑解殘 在床內福利社賣起了冰棒 連周邊居民也聞風而至 那時候糖非常少 糖很貴 台糖公司我自己在做糖 所以我們就用糖來做冰 做冰就變成我們台糖公司一個很平民化 很奢侈的享受 那這個冰呢 因為台糖是酒做糖 所以我們冰也賣得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就外面的人也一起來幫我們台糖的冰 台糖的冰的名號 就這樣子把它搭香 贊號台糖賺取的外匯只為當時國家經濟最重要的來源 最高占總外匯的8成 是推動國家發展的主力 公家機關 公所 還是縣市政府 他們要發薪水 都會馬上先來打電話問台糖 說你們的糖也沒有賣出去 只要聽到說那個糖有賣出去的話 他們就說他們的薪水有著落 為什麼 因為台糖的糖只要賣得多的話 那個營業稅就課得多 蔣經國當行業院長的時候 十大鎮售 那個機場 還有那個所謂的這個高速公路 都是那個時候沒有錢來做這個東西 但是那個糖漲了幾遍 你知道嗎 本來糖最便宜的時候 一噸才五六十塊美金 那個時候一千五百塊美金 你看 除了好幾十倍 那個錢中拿來這個四大鎮售剛剛好 然而隨著國家產業轉型 工業出口比重逐漸下滑 工業產品則不斷上升 1966年後 出口大宗 以工業產品連住 台灣已進入工業社會 所以說台灣為什麼能夠從這個戰後的可以轉成說從開發中國家 一般就是我們累積的農業資本 當然農業資本是誰累積的 就是我們拿我們的糖去做貿易 拿我們的資本 那資本你才可以轉投資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基本上是透過農業資本的累積 出進這個東西的轉型 然而這個時期 台糖卻面臨內外經營的困境 對內是國民所得提高 人力成本上漲 對外則是國際糖業競爭劇烈 而且台灣退出聯合國後也喪失了糖業出口配額 在這樣的脈絡下 台糖開始轉型 跨足 續產 飼料 油品等等 而原本的製糖事業也從頂盛的年產一百萬噸 頓時縮為五六萬噸 以內銷為主 此食糖不再是貿易商品 而是食品 一般人終於能評價吃到國產糖 我們在74年開始產生這個所謂的金冰糖 冰糖其實在民間已經有 很早就已經有了 那民間他們都很簡單 就用一條線 一條線就進到糖漿裡面 然後糖漿就會聚集在這個線上面 水分蒸發掉 它自然就會結晶了 因為我們是食安考量 所以我們用不鏽鋼 不鏽鋼 利用不鏽鋼棒 適合小火慢噸的冰糖 糖醋料理愛用的二砂 糕點饅頭添加的紅糖 溫補湯品常用的黑糖 我適合吸點蛋糕的白糖 糖被廣泛運用在各種甜品 糕點 糖果 飲料 豐富了我們味蕾 2016年 台糖善化糖廠 又推出了古早糖 保留這糖香氣 但降低甜度 以迎合現代人的健康考量 過去我們產的最好的 品質最好的糖 通通都是外賞 給別人吃 我們不論是荷蘭 鎮農工 清朝 日本人 國民政府 自從退出了這個市場之後 這些東西突然回來 就出不去了 變成給我們吃 我們終於可以好好吃到 我們自己所製造出來的糖 台灣糖葉翻過被殖民的篇章 這塊土地的人 嘗到了甘甜的滋味 淤淤聰聰的蔗園和高聳的糖廠煙聰 都見證了台灣糖的碎變 而過去的記憶也將轉化為前進的動力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一樣 他們都希望國家能夠再往前走 能夠再往前走的時候 回過頭來看到的過去 對我們是有 不一定真的有什麼幫助 可是至少有激勵的 精神上的一個支持 那我們可以再轉一下 台灣的糖走過數百年 從貿易商品變成了食品 也從奢侈品變成了平價 歷經不同的階段 也形成了精彩的糖歷史 那麼這集糖的故事就介紹到這裡 我是胡婉玲 謝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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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